看啥新剧 大家好 我阿珍 今天还好吗 《故乡别来无恙》也大结局了 天府四大金刚各有归属 还是挺温馨感人 然后演技也比较动人的一部剧 回头我会再出一期视频总结一下 那无所谓剧也看完了 《故乡别来无恙》也看完了 很多朋友就在问我 你在追什么剧 接下来看什么 直播里头一晚上都有好几十人次 所以还是录个视频来说一下 现在再追三部剧 第一部之前已经推荐过了 《非凡医者》芒果台的剧 比较短 应用16集 但是架不住它更新慢 一礼拜更新三天 每天更新一集 这个更新速度也是没谁了 我其实比较讨厌这样 但是这部剧是不错的 内容我已经介绍过了 翻拍自韩版美版的梁一 这个剧本是不错 我导演是陆川 然后第一个病例 王耀庆这个病例拍的非常之好 后面还有马苏的 还有什么等等的 现在逐步往下推进 还是可以追的一部剧 第二部 《伺火流年》 我看很多自媒体都推了这部剧 这部剧我现在看了四集 我觉得是可以追的 它是有点讲 有点讲八九十年代 古惑仔的这么个意思 这种类型片 一般来说是比较受欢迎的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大环境 它这个片子在每一集的开头 都找了一些人来讲述 这部剧的故事 就是劝导大家向善 不要误入歧途 就跟西出玉门 前面非得找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女孩 在那里讲 这些都是传说 这些都是扯的 不要相信 所以对这种搞法 我就几句话 欲盖弥彰 掩耳道理 此地无印 除却这些 这个内容是可以的 年代还原的质感 几个小伙子的友情 然后道上的恩恩怨怨 幕后的制作班底 这个四火流年是文木也监制的 我不是要神的导演 所以品质应该还是可以的 这剧是可以追的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积极阳光向上正能量的 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第三部 现在正准备开始追的 TVB的新剧 新闻女王 在某库 在某库播的 这部剧 蛇诗曼主演 蛇诗曼 你不要看马上49岁了 颜值看起来 跟30多岁的时候 没有什么区别 精明干练 这是一部据说相当不矫情的 新闻职场剧 我还是很期待的 今天我要开始看这个剧 现在再准备看的 就是这三部剧 大家有兴趣的话 一起来追 还是那句话 我开始追的时候 我都是看了 开头觉得还行 至于它中间有什么曲折 会不会烂尾 我不知道 如果看到后面 大家觉得不好看了 我也只能说声对不起 这个事 我还真负不了责 还有几部已经开播了的新剧 也有朋友在问 像小满生活和欢迎来到麦乐村 欢迎来到麦乐村 主旋律电视剧 讲的是原非医疗团的故事 这个是非常主旋律的那种主旋律 而且他的主演是近东 我对近期近东的作品 有一点不太感冒 因为近东的表演 实在是太过同质化了 所以在不是实在没有剧看的前提下 我暂时不会看这部 欢迎来到麦乐村 然后小满生活 小满生活 其实演员阵容很好 秦浩 然后蒋新 然后王欧 这都是我挺喜欢的演员 但是这部剧我也没追 因为这部剧本来是别的演员主演的 然后他后来因为演员出了问题 大眼睛那位演员出了问题 然后换女主 把所有男主女主的戏都重拍了 然后把所有女主和配角有交集的戏 都用AI换脸了 之前我忘了一部什么剧 是通过AI换脸的 全程看得我非常别扭 就好像是把某演员的头 换成了余震的头 那部剧看了两集 看得我实在是 因为他身形比例都不对了 所以就看得非常的离谱 所以小满生活 我暂时也没有看 再等一等反馈再说 现在在追的就是那三部剧 非凡一者 伺火流年和新闻女王 大家如果也看这三部剧 欢迎在评论区 也欢迎来直播间跟我聊一聊 其他的剧暂时没有追 那今年的美剧韩剧 台剧 日剧 还有英剧 我看的确实相对较少 等有时间了 我也要恶补一下 因为今年做这个频道 看了大量的国产剧 国产电影 说句实话 我以前的观影习惯的话 国产剧会排在美剧 英剧 韩剧 甚至台剧的后面 所以我也得补一补 我也得补一补 才能跟大家来推荐 好 谢谢大家